文AI财经社经文静,便录名,出轨概念股红墙股份的确名不虚传。 9月3日,刘强东在每位指控性前的事件发酵后开盘第一天,红墙股份高开高走,一度涨幅逼近4%。 截至收盘,红墙股份涨幅2.46%,市值涨5418万。 除了红墙股份,香蕉嫖奶茶也毫无征兆上涨,一度涨幅逼近8%,截至收盘,涨幅4.27%,市值涨了2.64亿元。 从护生行情看,股市表现并不乐观,上证指数一度跌0.94%,生存值一度跌至1.10%。 9月1日,明尼埃波利斯警察局网站显示,一位名叫皮尔·高六的中国男子,于8月31日,被当地警方败寄了监狱。 9月1日下午,这位男子被保释出狱,让凯威释放等待控告。 其身份很快被所定位正在美国进行商务活动的京东CEO刘强东。 随后,国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、美联社、路透、华尔街日报等个大海外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。 刘强东被拘捕的照片也被公布出来。 9月2日当天,京东在微博上发布着,刘强东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,遭遇到了实施指控。 经过当地警方调查,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,他将按照原计划继续其形成。 明尼埃波利斯警察局对媒体表示,对案件详情不予透露,对刘强东的下落不予置评。 警方趁该案并没有结束,仍在调查中,刘强东不会被限制行动,但需配合调查。 如果刘强东愿意,他可以离开该地区,也可以离开美国。 红墙股贩古巴里,有股民表示,今天不涨平,就是不给强哥面子,也是不给京东面子。 有股民表示,心疼奶茶,今天我们都是奶茶。 AI财经社,致电红墙股贩懂命电话,截至法稿,未能接通。 红杏出桥,红墙股贩被誉为出轨概念股的原因是,在每次名人出轨之后,股价都会毫无增长的大涨。 2017年4月,白百贺被曝出出轨,红墙股贩股价暴涨,6.10%。 2017年12月15日,和杰回应婚内出轨传言,称是被诬陷,但陆续的网友扒出更多细节,试图正式和杰婚内出轨。 同日,红墙股贩涨停,由28.50元每股涨至31.30元,涨幅逼近10%。 2018年1月,李小璐被曝出轨,随后红墙股贩脸涨两天,由33.83元每股涨至36.46元每股涨幅7%。 2018年1月25日,网传歌手陈祥云演员毛小彤分手,是因南方出轨江凯同。 同日,有网友爆料着,某知名会计是事务所,的两位经理,在公司会议是啪啪啪。 其中一人已婚。 1月26日,红墙股贩由30.39元值线上涨至33.41元,其涨幅一度接近10%。 根据天眼查显示,红墙股贩为广东红墙新材料股贩有限公司,注册于2005年3月,其行业所属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。 主要生产和销售或凝土外加剂、化学主机与专项化学用品等,红墙股贩于2016年8月登陆A股市场。 根据最新财报显示,红墙股贩2018年上半年,净利润4363.06万元,同比增长9.45%,营业收入4.8亿亿元。 同比增长71.84%,红墙股贩被语为出贵概念股,原名在与红墙一词,或被屈几位红杏出墙之一,而此次香飘飘奶茶的上涨。 依次与刘强东的妻子张泽天有关,据悉,张泽天一直被网名称为奶茶妹妹,香飘飘奶茶市居民奶茶上市公司。 2017年末,香飘飘在闪交所上市,根据2018年半年报披露,香飘飘业绩并不理想。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8.7亿元,同比增长55.38%,净利润亏损5458.6万元。 同比下降78.92%,A股奇葩股,A股市场上,这种因为名称引起的股价波动并不少见。 2016年11月9日,美国大选期间,特朗普取得关键州胜利之后,一家名叫川大智盛的股票,突然直行拉涨。 从开盘下,29.96元每股涨至31.77元每股,涨幅一度逼近8%,11月10日,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已成定局。 川大智盛在度打涨,一度涨至31.96元每股。 川大智盛这一名称,被市场解读为川普取得大选胜利一役。 彼时,31省经济情报电话联系,河川大智盛的董立办公室负责人。 该负责人表示,我觉得这是造谣,简直是无稽之谈,带个喘字就上涨,谁相信谁可笑。 另一家公司吸引股份,在美国大选结果公布之后,股价反而大跌,原因是因为名字被取记为希拉里阿姨。 根据童话顺显示,11月9日到天,西医股份跌幅10%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对于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